张老师你好 张老师你好 我是一名AI从业者 然后我们是在摄像头产品里面 会加上一些红外测温 然后去检测哪些人可能会是一个疑似的患者 我们其实整个计算机的技术 人工智能也好 还有一些数据挖掘技术也好 都其实有了长度的进步 那么在这次抗疫的过程中 数字相关的技术会在哪些方面起到作用 这次新医在关注病毒 我们终于在关注症候 我们过去像非典来了以后 我们要经过长时间的 经过几个月的临床治疗 我得出一个印象 另外一个医生得出印象 大家得出印象 我们在一块讨论 最后商定这个病是什么症型 什么特点 这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往往是在事后 而这次呢 我们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就从全国掌握了它的症候特点 怎么掌握的呢 我们编制了一个手机APP 把临床症候编成远价 放在手机里了 全国十几个省市 几十家医院的医生在里边 同时填 把数据实时地传到了后台 后台就是通过编程 我们天津有个超涮中心 他们专门腾出两台机器来给我们涮 然后把这个一千多例患者的各种症候特征 进行分类归纳 最后得出来 今年这个症候特征是湿毒液 湿毒液 干湿的湿 湿毒液 是湿血非常重 所以通过这个呢 我们第一时间就拿到了这个症候特点 哪些用方药 这个病怎么演变 我们心里大致就有了方向了 所以这个大数据啊 给我们帮了很多的忙 如果没有这块呢 我们大概又得几个月的时间 现在一个星期解决问题了 在开这个会之前 我们工程院刚刚在网上视频的会 就组织全科学院和工程院两院院士 在讨论 以后怎么长期的预测 这个病毒的改变的方向 以及它这个发生的演变的规律 以来做这方面探索 我希望你们这个搞数据的同志们 能够帮我们 因为我们AI在分析一个问题 或者做预测的时候 往往是基于历史的一些数据 去进行一个分析 所以说当情况变化了之后 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变化的因素 去加入到我们这个 AI的分析里面 其实这是一个 对于我们做技术的人员来说 也是一个应该去解决 应该去挑战的一个客气 加油 加油 好好的用你们的技术 好的 好好的用你们的本事 为后面还有可能出现的 一系列变化 做好应对